热点时评 纽约时报报道 习近平访问布达佩斯 忠雄建立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作者 安德鲁·西金斯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 安德鲁·西金斯是纽约时报东欧和中欧分社社长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证文 周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达佩斯 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在这个对中国越来越警惕的大州 找到了另一个安全地带 欧尔班一直是欧盟中的异类 毫不掩饰地表达要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 与在前一战塞尔维亚一样 习近平受到了红地毯欢迎 没有受到抗议者的影响 周三晚上 他的车队从机场出发 迂回进入匈牙利首都 避开了一小群西藏示威者 警方禁止了计划于周四在布达佩斯市中心 举行的抗议活动 以免悬挂在可以俯瞰欢迎会场的山丘上的 一面西藏旗被中国国旗覆盖 周四的会谈结束后 习近平和欧尔班举行了一场 被称为新闻发布会的活动 但只是宣读声明 不接受提问 这是这位中国领导人喜欢的一种形式 他总是避免没有事先起草讲稿的媒体见面活动 他们承诺将两国业意友好的关系 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与欧盟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 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竞争对手的看法截然不同 欧尔班在乌克兰问题上推行的所谓和平政策 实际上是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屈服 以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 他因此而受到许多欧洲领导人的抨击 他对中方为推动和平解决所提出的方案 向习近平表示了特别感谢 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而且根据美国的说法 中国还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卫星图像 以及战斗机零件、微芯片和其他军民两用设备 从而帮助俄罗斯军队继续攻击乌克兰领土 我们的声音、匈牙利的声音 在欧洲是孤独的 今天欧洲站在战争的一边 匈牙利是唯一的例外 我们呼吁立即停火并进行和平谈判 欧尔班说 他对中国去年宣布的措辞模糊的和平计划表示赞赏 在乌克兰问题上 匈牙利和中国除了呼吁和平之外 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宣布 因此两国将重点放在经济合作上 匈牙利外交部长西亚尔托·彼得 宣布了18个合作项目 其中包括一条从布达佩斯市中心 通往国际机场的高速铁路 以及一条穿越全国的新铁路线 用于将中国计划在匈牙利东部建立的工厂生产的电动汽车 电池和其他产品运往西方的欧洲市场 双方还同意在核能项目上进行合作 在由欧尔班所在的执政党清明盟控制的匈牙利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 习近平大谈自己与匈牙利领导人的深厚友谊 称匈牙利是他所称的黄金航道中值得信赖的伙伴 将两国关系带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他指出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第一目的地 这位中国领导人抵达布达佩斯 标志着欧尔班从一个由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资助的反共自由主义煽动者 转变为中共领导曾在欧洲最狂热的崇拜者和保护者之一 这是一场漫长而稳步的转变 2000年在他担任总理的第一个任期内 欧尔班在布达佩斯会见了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 但如今他在欧盟内部坚决反对就中国的西藏 香港和西部地区新疆政策提出任何批评 2021年匈牙利阻止了一项批评北京镇压香港抗议活动的声明 从而激怒了欧盟的其他成员 匈牙利一再努力淡化对中国人权记录的任何谴责 欧尔班指责欧盟领导人对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的轻浮行为 他认为中国对欧洲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 布鲁塞尔研究机构俄罗斯欧洲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特雷莎法伦说 欧尔班已经成为中国在欧盟的得力助手 可以阻止或淡化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事情 为了帮助中国 他在布鲁塞尔动用了大量政治筹码 匈牙利已经是德国汽车制造商的主要中心 现在正在寻求中国投资 将自己打造成欧洲首屈一指的电动汽车 电池和其他新技术制造中心 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去年12月宣布 将在匈牙利建立一家装配厂 这是该公司在欧洲的第一家工厂 中国另一家大型电动汽车公司长城汽车 正在考虑在匈牙利建一家更大的工厂 欧尔班是唯一一位参加去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 世界领导人聚会的欧盟领导人 与会者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那次聚会是为了庆祝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 也就是习近平最为看重的外交政策倡议 习近平在匈牙利日报上的文章中表示 中国希望与匈牙利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密切合作 并承诺加快布达佩斯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之间高铁的建设 这条铁路是中国在该地区的旗舰基础设施项目 但在五年的建设过程中 一直受到监管和其他问题的阻挠 进展缓慢 2011年 欧尔班和他领导的一度强烈反共的清明盟开始向中国倾斜 在他第二次担任总理后不久 他宣布了名为东方开放的新外交政策方向 旨在吸引来自亚洲的投资 主要是来自中国 清明盟及其选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研究胸中关系的专家塔玛斯·马图拉表示 但与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强烈支持中国的塞尔维亚不同 匈牙利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中国的坚定支持者 他还说 由于他的政党牢牢控制着匈牙利大多数新闻媒体 欧尔班成功地压制了国内对中国的批评 但在与他的美国仰慕者之间 他还面临着微妙的平衡 这些仰慕者里包括前总统特朗普 后者已将抨击北京作为其国内政治信息的核心部分 与特朗普结盟的美国组织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 在布达佩斯的一次年度会议上 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过中国问题 转而把重点放在其上月发布的最新宗旨 及建立一个向往和平反全球化力量的联盟 特朗普发来了一段视频 称赞欧尔班式伟人 致力于从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手中拯救西方文明 他没有提到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 来自由匈牙利清明盟资助的一家研究机构的 佐尔坦·基赛里 周四对匈牙利日报表示 匈牙利和中国都秉持家庭价值观 反对移民 支持和平 全文完